大家平安健康 哇台北股市不得了了 上涨321点 上涨321点 再创新高 当然这个再创新高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OTC也是创高 创高之后有做一个所谓的收敛压回的情况 那我们现在先看加权指数这个位置来讲的话 今天最高来到24000点 多11点 当然就是说是 我要讲的内容可能就是说 投资员你觉得可能不太想听 譬如说我这么讲 我第一件事情 我先预测台积电的一个短线的目标价 就是第一个短线的目标价 因为每个人的话就是说台积电到底涨哪里 大家都不知道 他现在一跳是5块钱 5块钱的话每一点 每一块钱是8点 5块钱就40点 对不对 本来涨30点 他往下跳一个的话 那变跌10点 所以说台积电对整体台北股市的一个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现在 除非你可以跟NVIDIA一样 可以跟Apple一样 你可以猜 一猜10 一猜5 一猜4 都可以 但是看起来公司没有这样子的打算 但是不管怎么讲我们第一个要针对台积电的一个短线目标价我们要先了解一下 给他预估一下 这样大盘指数在怎么样的位置或者是今天全持股在涨中小型的个股在回 那前一波中小型的个股一直在涨对吧 OTC其实持续不断的过高 当时的集中市场它横在这个地方 现在集中市场过高 那OTC的相关的中小型的个股来整理一下 那我们就看台积电台积电的话在上个礼拜五台积电ADR的话 它的市值来到9500亿超过9500亿了 它随时要挑战一兆美元的市值 各位知道一兆美元市值基本上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需要时间有效站上的一个位置 就如同过去的NVIDIA 过去的NVIDIA就是说一兆市值这个地方 它突破上去然后再回又跌破 再上去又跌破 在那个地方跑来跑去 再震荡再依照市值那个地方 所以说如果按照台积电ADR 依照市值美元那个地方来看的话 台北股市相关台积电的目标价在1050 在我的盘前解析期都谈到 那也就是说今天的位置最高来到了1050 实际上一兆美元市值差不多1053 因为它五块钱跳一个 所以1050到1055这个地方 那今天盘中来到1050的一个高点 我个人认为起短线的一个目标价来讲的话 我个人认为是到了 短线的目标点 短线的目标 高老师你讲短线目标我们不要 我们要看长线目标 长线目标来讲的话很明显 就是说根本没有爆量创高没有爆量 代表就是说整理后续公司都还有 那那就看你个人的一个看法了 比如说1050它如果跌到950的话 那差的是100块 你再买回来不是很好吧 那或者说1050跌到950块 跌到960块 结果950它没到 那960碰又上去了 它又突破1050来到1150块 又多了100块 所以这种东西来讲的话 对于股市到底是一个短线先 短高点要先卖一趟 等到压回来低接 那到底那个接的价位 你能不能接到 其实都不晓得 这个部分我就不多谈了 我就最主要第一件事情 我要跟各位谈到台积电1050 这个地方是短线的一个目标价 因为它牵涉到台积电ADR 依照市值美元的位置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每一个次族群来讲的话 都还是有它的一些 都还是有它的一些选择 那他们基本上 整体的一个族群来讲 因为股价的位阶不太一样 那股价的位阶不太一样 可能表现的方法也不太一样 因为你过去没涨 所以现在涨 那你过去有涨 现在跌 都有可能这样的走势 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就是你在挑选个股的时候 你要特别留意 那当然今天机器人 有一档股票 那我就以后再跟各位谈 今天就不谈这个地方 位阶是在低档的 而且就是说它出机器人 现在目前就是说是支持 机器人的未来 整体的一个产业来讲的话 最重要有两家 一个是 一个是NVIDIA 一个是TESLA 最夯的 这个机器人的事业 这两家公司是大力的一个 对机器人是看好的 那所以说机器人整体来讲的话 它的产业区域 它是一个长线的一个趋势 就如同先进的封装 是先进封装制成 这个这是一样的概念 因为我未来是一个AI的一个领域 所以说整体上面 你那个先进封装的产能 你一定要更高 而且你要有先进封装的技术 你拥有先进封装的技术 你来产出这样先进封装的设备 让我们能够制造出 所谓先进封装的产能 来弥补就是说整体后续的一个 所谓产能的一个不够的一个情况 让它产出 对吧 所以说先进封装也好 机器人也好 这个基本上都是一个未来产业 看好 所以说我为什么跟各位谈 2024年是AI的元年 AI元年其实这里面包含什么 你就包含先进封装 AI包含什么 先进封装 对不对 高宽屏记忆体 机器人 你都已经生成是AI GAI了 你都已经generative AI了 你当然就生成是的 那跟机器人当然有关 将来就是无人工厂了 用机器人来handle 整整来讲的话 为什么说 2024年是AI元年 其实AI这里面就包含了太多太多 譬如说我又说AI server 你说广达 广达六月份占上1100亿 它的营收 好不好 当然好 林白礼基本上在云端这个部分的 一个AI server 他来讲的话 他involved的最深 他开启的时间最早 有眼光 林白礼是有眼光的 林白礼是有眼光的 好 那当然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我就要在一个实战的过程里面 我说机器人有低档 涨停 以后再跟各位谈 但是今天我要跟各位谈的就是说 我们中有很多股票 就是说他们的一个公司来讲 这个产业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循环 这个循环的过程里面 有的时候如果说你买到在多头循环里面 他买进来了以后 结果他开始进入油多翻空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空循环的话 那真的是很辛苦 那就要等到另外一个cycle再起来的时候 你才有可能解套 你才可能有解套 但是如果说你买在一个空循环的压回来的过程里面 它开始进入多循环 在往上的话 往往这样子的个股 你可以拥有很大的一个价差 基本上这已经就是说是用价差两个字 就是说是太委屈了 根本就是一个大波段的一个 一个一个所谓的收益 大波段 大波段 比如说我这么讲好了 我对相关的个股在产业变化的过程里面 我特别喜欢就是说 现在目前在空循环 然后在家有利空的 你明明就已经空循环了 你的产业现在在空方的循环里面 就又有空方的讯息 我喜欢这个原因是什么 就是说他已经在空循环里面 如果在一个空方的讯息来讲的话 他会出现一个空方式的量价 你既然那么不好 你在空循环了 你又发布一个相关法人也好 或者是你自己本身的营收 他出现一个所谓的空方的讯息 这个空方的讯息影响当天 他的一个走势 这个空方的讯息影响 他当天的走势 他就是一个空方的量价结构 这个空方量价结构 他不应该就是说 有效的突破站上吧 也就是说当天他的最高点 你不应该站上 你是一个就是说 是有空的一个原因的一档股票 那怎么可以 当天公布了一档股票的空方讯息 他的最高点 那一段时间以后你居然能站上 那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就是说 当初那个空方的讯息 已经完全被消化掉 他延续走他的一个空方的一个趋势 但是这个空方的趋势已经有转环 你没有转环的话 那个空方言论 当天的一个空方式结构的高点 不应该站上 你怎么可以站上呢 各位啊 4968的立即在4月8号的这一天 那当然就是说 我必须要先跟各位谈到大盘指数了 我把它放大 各位记得各位4月中旬的时候 就是说对台股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当时的最高点啊 20883 它最低跌破2万点 19291 各位还记得吧 好 我现在请各位回想一下 4月15号跌286点 4月16号跌547点 4月19号跌774点 15号16号19号 这两天是以色列跟伊朗之间的一个互相呛吓 发飞弹无人机 这一天是台积电针对某些产业 它的一个产业看法做下调调降的动作 这一天4月19号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整个4月中旬 从15号到4月底的这个位置 到4月25号这一段时间 这个位置基本上台股是一个经过一个所谓 涨多之后比较大幅的修正 这个修正是什么样呢 因为你可以看到最高是20883 最低的时候是19291 各位 这个是一千多点的跌点 而且在极短的时间 当然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地方 就要跟各位谈到了 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害怕 台北股直接占上2万4 盘中高点最多到2万4 好害怕 你涨多之后又压回 那每个人都不晓得 这个2万4不是高点 就好像前一阵子就是说是 可能也有所谓的认为是台股 家权之后就是高点 每天都在害怕 每天害怕 这个台股今天又最高达到2万4 这个相对的一个2万4千011点 多11点2万4 看起来今天是不是一个所谓相对的高点 就如同OTC 今天你看又放量 这个创高之后的压回 搞不好今天是高点 我告诉各位 你不要担心 你也不要害怕 在过去任何情况 真的台北股市有多翻空 你都来得及跑 你绝对都来得及跑 就算你追高 相关的客户 你都来得及跑 为什么 各位你要记住一件事情 多头里面 在多头的一个掌声的格局里面 这个头部是用利多的方式在盘出来的 利多盘头 利空的话 你根本都不要怕 还涨及跌 所以这里面就是说 最重要的一件事 你要记住就是说 不管你现在手上有追高的多少的股票 你手上 你不要害怕这个台北股 今天24000点 多11点24011 这是不是一个高点 是不是不得了了 可能要每天再看到高点就害怕 是不是台股个高点的 投资朋友们 台北股市在这一波的多头结构里面 你必须要用利多 而且还在做盘头的动作 利多啊 你看到他已经不太动了 等到哪一天利多出去 开高走低 爆大量的时候 尤其是台积电 如果出现这种状况 航情结束 那你要留意的时候 未来有些什么样的利多 我随便讲个 9月19号可能就是一个利多 我不说9月19号利多 台北股市就有多反过 我说你要留意 9月19号这个利多 联准会开会啊 我现在降息的几率超过七成啊 因为你的经济数据不太好 经济数据里面的就业报告 非农就业人数 失业率有上升了 通膨的数据 现在是一直压抑在那个地方 所以9月19号 就有可能降息 好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就是brainstorming 我们就在思考 现在的7月份 下个月的8月份 7月8月份 如果9月19号降息 继续超过七成 你7月8月你能咋跌的 你能够跌多少 跌下来有的时候 就根本就是各位的机会 但是当9月19号 接近9月19号联准会 我可能要降息降息 真的降息 你要留意啊 这是利多啊 像这个利多 你要留意开高走地 是不是利多部长 利多部长盘头之后 你又知道出现 尤其当天如果开高走地 爆大量 结束 那个时候你手上的个股 你必须要把资金 大部分的回收 可是到那个时候 你又 哎呦是这样子吗 是那样子吗 又不敢做 一犹豫之后 跌下来又想 哎呦我当初100块没卖 现在95块 我干嘛要卖 哦要套牢 套生 一开始套牢 第二接着套生 这个概念 那我们就回头来看到 就是说 当时啊跟各位谈到的一个所谓 4月中旬 各位 大碟嘛 对不对 15号16号19号 投资朋友们 我把这个时间定在 定在4月8号 为什么定于是在4月8号这一天呢 因为 这天他有利空 利计啊 还没有到15号16号19号 是4月8号这一天 这一天利空的话 差一块钱跌停啊 他的跌停价是184.5 他最近来到185.5 收在186.5 这一天的利空啊 我都印出来了 各位 这4月8号 反映4月8号之前啊 只是印出来的是下午印出来 这实际上4月8号 开盘的时候就影响 立即两颖有浮现 外资仲凯今年EPS估值 减掉35个percent 就这一天 他本来整个产业 就在做一个所谓的空方 你现在空的一个产业里面 又出现一个所谓的空方讯息 你外资针对利计 你今年的EPS要减掉35个percent 好 有利空 当天利空的高点204 投资朋友们 他站上 在这一天站上 我们看这一天是多少 其实各位你就应该知道什么 当这一天6月14号 他站上的时候 你就应该要知道 你就应该 来 我们把它就是说 弄清楚一点 4月8号 对吧 这一天 这一天就站上 对不对 这一天是哪一天 把它弄过来 所以说今天6月14号 今天你外资针对利计这档股票 你就必须要改变你的看法 为什么 你空方结构的量价 高点他突破了 你还能说他空吗 你就不能这样说了 对吧 所以说今天我们开始就是说 很多个股就是说 我最喜欢的就是说 他本来在空方的趋势里面 然后有个利空的讯息 这个利空的讯息 你开始要留意他的机会 因为留意他的机会 有了利空的讯息 一段时间之后 他本身在走利空的一个 最后的结尾 谷底一翻扬的时候 我告诉各位 就会有利多的一个讯息 就会有利多的讯息 当初这一根 4月8号这根长黑 是利空的讯息 对吧 是利空的讯息 你7月5号上个礼拜五 是不是有利多的讯息 外资狂喊288 288什么 从155到288 他等于是喊高了86个percent的股价 155到288 这个价差是133块 这等于相快到一倍了 各位 好 那我要跟各位谈到了 就是说这上个礼拜五的走势 在这个地方 我印出来给各位看 这7月5号上个礼拜五 有利多嘛 攻上去 就这一根了 好 那现在出现什么问题 我一直不断地强调 你利多的情况之下 你不要去追高 他本来就是一个 你要赢加DNA来讲的话 他本来有利多公布的话 你就不应该有追高的动作 尤其是如果又是量价结构 这个位置多方式的一个高点的话 他在附近的话 你更不应该去买 看多方式大量高点 是不是在3月4号这个地方 我3月4号是不是有一个246的 各位你现在看清楚了吗 你现在看清楚了吗 这246块 各位你可以看清楚 是不是246块到目前为止 没有一天收盘 是做出所谓的站上的动作 对吧 反而是接近246的时候 它应该是你的一个减码点 好 那我现在就要跟各位谈了 减码点是什么概念 我立即的WiFi 7我 我看好 我看好的原因是什么 9月份i16的新机 WiFi 7的功能会上去 Google 高阶的手机WiFi 7会上去 这是所谓的AI手机 我如果再回头看AIPC的话 高阶的AIPC WiFi 7也会上去 我再回头看到 所有电信运营商的基础建设的话 所有电信运营商的基础建设的 Router 路由器 WiFi 7的功能也要上去 未来在下半年 开始大幅的一个需求 出货会大幅的成长 我看好它的产业 谷底翻扬 但是我又不能不针对 多方式大量的一个位置 这个地方 你要去接受它 你要去知道该如何做减码的动作 所以很简单 同志朋友们 我现在开始讲 我做的任何动作都是有原因的 你4月8号有立即的一个 利空对不对 我们4月16号买 4月16号这一天跌了 547点 记得吗 4月16号这一天 投资朋友们 这一天是立即 是用跳空的方式在跌 一般来讲 这样子的跳空方式 见低点 没有人敢出手 而我们是在盘前预先规划点位 早上8点44分 预先规划点位 就是在177买进 这天台股大跌了547点 各位 我买进的这一张 其实我就在等立即的立多 这一路177 为什么在6月21号247点5要卖出 要减码 为什么27点5要减码 好 同志朋友们 马上看 6月27 6月21号就是近期最高点的位置 254点5 因为前波高点26 即使他来到了254点5 收也只收在26 是刚好246块 多方式大量高点3月4号的位置 所以说我们在27.5 做减码的动作 同志朋友这是70块 这是70块 我今天用个比较细腻的方式 来跟各位谈 当然后面我们又做了一个小短线的价差 10块钱222 7月3号的222 232 当然是7月4号不是在7月5号 我并没有所谓的 就是说我们都可以卖在最高点 没有 这样子的70块加这样10块 80块 10张是80万 20张是160万 30张是240万 我要跟各位谈 我们谈的比较细腻 那孔老师利基 你为什么一次不全卖 没有 我看好他的产业 他如果再有压回 就像今天看到230.5 他压回 我要告诉各位 四个字 机会来了 这就是我带团队成员操作的方式 你的资金部位大 就像10张的利基 我轻轻松松的80万 可以放在口袋里面 而且现在利基建高点246 始终多方式大量高点没有办法站上 他又现在压回来 他机会又来了 你资金部位大 拥有良好的资源 为什么不在这一次能够赶上进度 好的个股 基本上他就是你的机会 一通电话可以解决你所有的问题 广告中的电话好好利用 我们先进广告 待会来 过去两年的产业 对这个所谓的中端消费装置来讲的话 是很辛苦一直在不断的消化库存 这个部分包含了PC跟手机 好不容易两年过去整个库存消化的差不多 整体上面有一些新的应用出来 那也就是所谓的AI AI的应用 不管你用在中端 过去从语音现在用到端 那手机来讲的话 PC就有它的机会 这个部分是第一点 所以说对这样子的Wi-Fi 7来讲 不仅仅是PC上使用 手机上使用 因为它牵涉到AI 然后整体的一个中端装置 它们的库存也消失了 开始慢慢的有机会 就是说在AI的领域里面 掌握Wi-Fi 7的功能的提升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是看好的 那当然这里面也包含了 所谓的各个国家电信商的 一个所谓的基础建设 不管你的路由器 或者是整体的连接的方式 当然在Wi-Fi 7这个部分 它必须要做出一个 所谓有效的应用 那另外的话 当然就是说就讲到基础建设 或者是所谓的Data Center Data Center这个部分 当然今年就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所谓有AI的应用 高速传输等等 这样子的一个散热 或者是高宽屏记忆体 等等先进封装的一些技术 产出这样子的一些产品 那当然很重要 那我也要跟各位谈到的 就是矽光这个部分 当然今天我们也留意到 我们可以就是说看到了 就是说光盛为什么今天那么弱 各位你只要看到这一点 光盛有一个问题在这个地方 投资朋友们你看 它的4月EPS1.04 5月1.02 什么意思 4月只有3.59亿 居然是1.04 5月是4.95亿 居然只有1.02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说今天瞬间就打到跌停 不是所有CPU就都不看好 不是哦 3081的联雅 难道过去来讲的话 它没有跌停吗 这一天有啊 4月25号跌停121块半做手啊 4月24号 各位4月24号就说 它的第一季亏损4毛4啊 扩大 所以说出现了一个这样 4月25号这就当天的走势 然后呢 我们也是在盘前预先规划点位 4月25号跌停版121.5买进 而121.5现在来到现在的位置来讲的话 现在是161.5啊 投资朋友们有利空之后 都会有所谓的利夺的机会 资金不为大 一通电话解决你所有问题 感谢你收看 我们明天同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ron